那时候孙岚就是 特别像小孩 然后特别特别爱打扮 他什么都敢往身上 就是只要什么新潮 肯定就在他身上就出现了 APT啊 多娇媚啊 小忧郁 别喝 这个时候特别潮这个辫子头 脏掉 他那个头会不会觉得 你特别帅 身材 我觉得孙岚是一个 特别自信的人 其实他身材好不好 只有很近的朋友才知道 别人不知道 但是孙岚的这个身材 当然他不是说整个身材都好 他有半截是好 半截 哪半截 就局部 半截 有一半 左半边还是右半边 下半身 下半身 腿 直接说腿 腿 他的这个腿到这个臀线 就是屁股这一块 是非常完美的 如果就可惜是长在他身上 你要长在老公身上 不是 你要是长在一个女的模特的身上 他的腿绝对是完美的 我告诉你还有 小腿一根毛都美了 现在真是闺女 现在真是闺女 这个你当时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我第一次见的影子是我觉得这女孩太漂亮了 心里太漂亮了 对 因为我的那女朋友比较矮 多高 特别高啊 这这这这 一米六 这倒腰啊 这个 她特别回忽她的好 你一桌都买 一米六 马上马上 所以呢 那个我们俩那个特别喜欢她 所以后来我们就走得特别近 后来呢 因为生活所迫 那么我就远走她乡 用一个四个字的成语 叫惊为天人 是不是 这个跟原来比啊 没有 我跟你说 他现在当着我面子这么说 跟原来比 刚才那个编导跟我这个 这个抬稿的时候说 孙男说你以前 第一次见你是惊为天人 对 干嘛 现在是昨日谈话 当然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没有 我现在说你 和原来比是惊为天人 那原来呢 原来呢 原来比较好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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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